老板是走了 老板 你的姿势 你必须跟我们走 拜托 他是我的兄弟 看起来没什么事了 好好休息一两天 只剩你到了 我们就走 汉斯教授要在这里 设立一个临时诊所 部落里的人生要不够 我想留下来帮个忙 我看你不想走的原因 不止这个吧 师兄 有个学生问题想 和你讨论一下 什么问题 低血糖会导致人失忆吗 那我可不可以 也请教你一个问题 可以 周芝芝是谁 汐萧哥哥 虽然不是第一次见 但每次看对我不一样的感觉 傅先生 傅太太 两位的登机时间到了 我们这边请吧 你叫我什么 小姐姐 你眼神可真好 你能帮我拍张照吗 告诉你一个好消息 两个实验室的结果都出来了 我做地取物 对病毒确实有效 你能不能把药让给教授 你也知道这些孩子有多可怜的 这件事 不是我一个人能做出来 你的意思是你们要独占这些植物 你们拿走那些植物 孩子们怎么办 我可以从公司给他们申请 某个的医疗资助 你觉得他们需要的是钱吗 他们需要的是这些救命的药 公司这个季度的财务报表 不是好好拍 爷爷跟股东 都等着我们这边的好消息 我们要马上离开这里 纳鲁昏迷了 好几个孩子高招不退 我现在怀疑 是病毒感染 我们现在能做的 就是避免疫情进一步扩大 等待抗病毒血清的到来 奥克拉法等你一通报 这里的条件 很难支持进一步的治疗 我是说如左 有没有可能我帮他最好防护 让他们见上一面 你是个医生 你要对每一个声明负责任 不能感情用事 你就让他让我失望了 给女朋友打电话 很酸吗 也没有啊 要不我早点休息了 你也早点休息 好 朱九 我没女朋友 晚安 晚安 你让你吃 OH 晚安 晚安 菱姐 祢 很井 林 eux 我 有 你不是走了吗 我们是走了 这不是千辛万苦去找物资去了 是吧 老板 追上 我来 这某些人没有感谢就算了 别句话也不会说 话我会说啊 你欠我的钱还没还呢 别有那么猜不得 你是怎么一下调来这么多物资的 这不能啊 附近沉浸的药品也太少了 我让公司联系了一下 后续还会有一些物资会运过来 会有记忆善良心的 好 谁让我这么善良呢 我跟你商量一件事 我们多待一个星期吧 为什么呀 我们的情绪已经安排得非常地紧张了 这个我明白 但是 戒疮在这里蔓延 而且又有人发现 已经感染了疟疾 并且医疗资源也紧缺 医生又只有师兄一个人 有点忙不过来 那你在这里 我自己不短缺了吗 但我可以帮忙啊 初晓 我知道 你帮我老心 但是我们有其他工作要完成 尤其在世界上是当父亲的 不会太久的 师兄跟我说 他的新同事很快就会到 而且他已经开口拜托我了 来不及了 明天必须得走 再缓一缓吧 你没来之前诊所也缺人少 以前行鲜的为什么不行了 可那民营人数增多了 师兄忙不过来 可是雨季马上就要来了 所以明天必须得走 还有你自己的任务都没有完成 是有什么能去帮别人的 初九 我只是好心提醒你 你是来做调查的 并不是来当志愿者的 做事情你一定要分清楚主次 这里的病患这么多 你多待两天也感觉不了什么 甚至帮不了他们什么 但是我要多待两天的话 就可以多治几个病患 今天我就救了一个被打伤的小女孩 可是你一个人 根本就感觉不了这里的现状了 我看到了就要管 如果你们要走的话就先走吧 不用管我 傅云生 你好 我叫朱舅 这次你要去的地方在边境 你们一起走 那我们这也太有缘分了 念缘 你觉得跟我们一起同行的女朋友吧 漂亮吗 笑容什么 冤家录者 我自己可以去 人多了反正会拖累 这句话应该是我说了才对吧 别吵了 好男不跟女斗 你试试 君子洞口不动手啊 我什么时候说过我是君子了 你应该对我是一见钟情吧 是在猎动的时候 好 别怕 有我在哪儿 傅云生 我真的很担心 我真的很担心 我们两个拉了手还抱了 而且我们两个还紧紧了 你说算不到他脸 傅先生啊 我们约不惠的你啊 好啊 你想做什么我都陪你 好啊 这么会说情话 女朋友没少谈吧 但初一生姐气心这么高 以前没少被骗了 没人敢骗我 你也不敢 无论她经历过什么 我都愿意陪着她 我也想和其他人一样 以后能陪着自己的孩子 跑跑跳跳 厚脸皮 谁要跟你生孩子 那你不愿意啊 不愿意 傅先生 余生的每一份每一面 我都想和你在一起 好啊